我去中国呀 K.O 中国硬汉遭俄罗斯不败拳王 频频重拳击倒 站起来的他眼神突变 看准时机重拳反杀 看傻全场老外 好 观众朋友们注意看 镜头当中的选手正是来自于俄罗斯的不败拳王 19战全胜12次KO对手 38岁的罗曼洛夫 你没有听错 38岁19战全胜 那么这个战绩和我们中国的世界拳王张子磊当年很像 因为张子磊当年38岁的时候也是19战全胜 赛前可以说所有的专业人士 所有的媒体记者 一致都看好罗曼洛夫赢 因为这场比赛 他的对手是一位来自于中国的选手 11胜两腹的张兆新 当然张兆新的战绩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这个罗曼洛夫战绩更是恐怖 因为他是19战全胜 好 注意看 张兆新28岁 比方38岁 但是我们的身高达到了1米88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在身高上还是有优势的 好 注意看比赛开始 白色拳套 红方选手便是张兆新 黑色拳套 纯黑短裤便是罗曼洛夫 在前张兆新的支持率仅不足1% 但是我们中国拳手张志磊 在前表着说了 这个我非常看好张兆新 因为他是我的师弟 我非常了解他 没有错 我们中国人还是要支持自己 这个罗曼洛夫是一个典型的俄式选手 他的进攻是非常的凶猛 基本上他的比赛都会在前三个回合结束 我们注意看比赛刚一开始 这个罗曼洛夫在进攻上 给到张兆新的压力啊 肉眼可见 好 注意看对方的拳很快啊 在这种重磅级别当中呢 对方的这个拳速和对方的闪躲成力啊 的确是非常的不错 哦 要小心 而且这个罗曼洛夫 他的联机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那么先来看赵兴的防守速度不错 双手举高 没有给到对方太多的机会 哎呦 但是对方的拳法 穿动力很强啊 一回合好多一分钟的时间 对方的距离把控太强 没有给到赵兴的太多反击的机会 呃 赵兴的重击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要打准 那么先来看赵兴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有效进攻 更多的还是以防守为主 哦 有小心 哦 什么情况 张赵兴此时此刻坐在了地上 他吃到了对方的前一手平高 哇 这俄罗斯选手的拳太重了 好 我们看赵兴能不能挺住 那个比赛第一回合时间所剩无几 彩排也是给了一次机会 好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哇 观众跑一半 哦 这个比赛我只能说太过惊讶了啊 非常难打 那么赛前的话赵兴是被一致不看好 果然双方在目前来看啊 这个技术水平上来讲呢 的确是有点差距 哦 赵兴要小心啊 不能硬持拳 哦 这一下又软了 怎么能不做防守呢 还有机会 赵兴的话这是第二回合 还有机会 哦 要小心 观传的时候要小心啊 这回合张赵兴是放弃了防守 和这个罗曼洛夫打起了这个护轰啊 危险 又有些危险 连持了六拳 刚刚张赵兴是连续了扛住对手 八拳还在持拳 哦 赵兴的抗击打能力 真是惊为天人 还在坚持 要防住 要防住 中国的运动员 在国际磊台观众朋友们 这也是展现出了我们中国啊 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 不服输的一个精神 第二回合还有最后一分二十秒 好 注意看张赵兴开始了反击 连续的大摆拳 效果不错 我们看罗曼洛夫没有防守 直接倒了 观众朋友们 罗曼洛夫倒了 我们看 还能站起来吗 十九战全胜 十二次Q对手的俄罗斯不败全王 赛前被一致看好 那么现在的他已经不行了 裁判终止了比赛 这场比赛真的是没有想到 张兆鑫啊 用顽强的意志力 完成了反杀 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的天哪 这一刻的话 我觉得现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 这只能输入 这场比赛已经无限了 这场比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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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子越不高 啊 千万年 四次 二次